- 歡迎回到音樂馬房 - 歡迎我想起甚麼 - 又要請重曼歌唱 - 你的酒粒很漂亮 - 多謝多謝多謝 - 為甚麼我沒有的 - 我不知道 - 因為怎樣我不知道 - 有人說酒粒是前世的記憶 - 離窩是吧 - 是的 是的 - 有人說前世做了甚麼 - 後世就會有這兩粒東西 - 那些冤孽是吧 - 經文是甚麼手粒 - 科學的看法 - 其實這兩個是遺傳學上的缺陷 - 我只是說是愛的印記 - 不是 - 這些是遺傳的缺陷 - 如果我將來有小朋友 - 是一定會帶給他 - 是嗎 - 是缺陷 - 這麼漂亮也還… - 但以遺傳學來說 - 這算是缺陷 - 可能你們經常偷東西吃 - 現在罰你沒有了點的俗 - 會不會是這樣 - 可能是吧 - 先喝杯吧 - 先喝杯吧 - 我們… - 要不要合金膠杯 - 我們雷台… - 不用了 - 我們雷台戰輸得很可憐 - 是呀 - 暫時落後都很厲害 - 你搞定它 - 哈哈哈 - 很多高手 - 是 - 我們現在暫時… - 我們的分數只有六十幾分 - 很厲害的 - 但是有人… - 算多了 - 六十幾分 - 全部都是你 - 過百分 - 過百分 - 怎知道過百分 - 是呀 - 暫時有… - 暫時有… - 最新是四百幾分 - 哇 - 很厲害的 - 暫時… - 現在都是第四回過了 - 中了兩次 - 不過我覺得… - 還希望長時間的… - 這樣吧 - 大家… - 共同承擔責任 - 沒錯 - 男的… - 中了你就負責鄉敏 - 女的中了 - 女的中了 - 女的中了 - 我負責 - 我們真的有一位女馬民 - 我不介意下位依眾 - 我們真的有一位女馬民 - 是嗎 - 是呀 - 是呀 - 在第一回的時候呢 - 劉賢說 - 欸我是女馬民來的 - 我也要玩的 - 這樣吧 - 會不會… - 就是我給鄉敏了 - 有機會的 - 是不是夏惠依嗎 - 夏惠依也要… - 夏惠依也要… - 我們的女馬民很美女的 - 是嗎 - 是呀 - 是呀 - 是呀 - 我呢 - 是呀 - 我也要送一些實質的禮物 - 是呀 - 例如呢 - 例如就是… - 這麼抽象的 - 酒 - 我最喜歡送酒給人 - 是呀 - 那麼… - 第一場上來 - 當然要說一下馬的事情 - 說馬的事情 - 可不可以的 - 哈哈 - 教一下我們 - 觀眾 - 別教了 - 別教了 - 分享一下 - 現在差不多季尾了 - 很多馬都會說 - 是不是已經… - 跑很多 - 很累啊 - 這樣呢 - 我自己做的時候 - 即是自己做功課的時候 - 我就會在這裡數 - 好了 - 我也有些馬呢 - 譬如可能他出賽了七八次 - 這樣而已 - 但有些馬呢 - 出了十三四次 - 有些是會密一點的 - 是 - 即是個個練馬師作風不同 - 是 是 是 - 那你有沒有說 - 平均多少次左右 - 有些馬就會開始累呢 - 還是其實你有沒有所謂 - 有所謂 - 那你有一些弱馬 - 有些馬就硬正一點 - 嗯 - 這些沒得說 - 是不是 - 如果一隻正常的馬呢 - 如果健康正常呢 - 通常呢 - 一個月 - 即是你兩個禮拜跑一次 - 很正常啊 - 兩個禮拜跑一次都正常啊 - 正常啊 - 會不會太密啊 - 正常啊 - 澳門還未中馬 - 哈哈 - 每個禮拜見面啊 - 澳門這些叫做什麼 - 預粗 - 澳門不用神粗的了 - 因為你跑完回去的 - 隔幾天又跑不需要的 - 這個我知道 - 是不是 - 這個我知道 - 哇 - 今個月 - 四月啊 - 澳門跑七場 - 我覺得你呢 - 你說澳門你知你知呢 - 我覺得你也會知道 - 我覺得你應該去試一下申請澳門 - 試一下 - 第一個禮馬師 - 是啊 - 這麼誇張啊 - 禮馬師 - 試一下 - 真是的 - 禮馬師要認識什麼呢 - 嗯 - 認識什麼啊 - 到時候才算 - 哈哈 - 我也不認識的 - 你也不認識 - 沒可能 - 但是 - 如果你說做 - 每個人工作都基本入職條件 - 除了可能要有些人推薦你之外 - 做練馬師其實有什麼條件 - 你說如果在香港 - 香港當然有很多 - 澳門就 - 我見過一個就是 - 這裡當然不會說名字 - 她都沒有做過的 - 也沒有做過馬房工作 - 也沒有做過褲鏈那些不用說的 - 那時候可能澳門就比較寬鬆一點 - 寬鬆一點 - 一個去做練馬師 - 是啊 - 是啊 - 那名字我真的無謂說 - 有些朋友可能自己都知道 - 有些人是會這樣的 - 外國也會寬鬆一點的 - 是 - 你能不能生存到一回事 - 但是香港有很多法燒油 - 是 - 真是難低個機會 - 個個都說自己很厲害的嘛 - 是不是呢? - 真是的 - 真是高手上民間的 - 我們的遊戲見到 - 是啊 - 是啊 - 現在正在說練馬師 - 是啊 - 是啊 - 結果呢 - 她一做了 - 是 - 我很少分享 - 一做了之後呢 - 去了那個時候 - 都聽聞一下的了 - 這樣 - 但是那時候我在香港 - 我就沒有什麼理會 - 那邊那些東西 - 她打電話給我 - 她說 -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 那個馬安是這隻馬的 - 背部的哪個位置 - 哇 - 你是練馬師來的啊 - 大哥 - 但是因為好朋友 - 她什麼時候打給你呢? - 即是要上那一下才打給你嗎? - 我不知道 - 或者是預備明天去 - 和那隻馬上安 - 哦 - 通常呢 - 我們在馬房呢 - 即是正在做的練馬師 - 是 - 就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 哪有空跟你上了幾十隻馬 - 是 - 有專人跟你上的 - 是是是 - 所謂現在 - 以前我們是叫馬夫 - 現在是叫助理 - 因為馬夫 - 其實馬夫呢 - 你知道英文是怎麼說的嗎? - 不知道 - 英文是有專業的名稱的 - 是 - 即是各個國家不同的 - 是 - 如果香港呢 - 都是叫馬夫 - 馬夫嗎? - 叫做 - 因為那時候那些英國人 - 或者地道的說 - 那些英國人不知道 - 聽你們的話 - 馬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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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時候也叫做馬夫的 - 馬夫 - 照應 - 他們其實呢 - 以如木耳 - 又會教他們 - 他們都懂得去上安的了 - 是是是 - 是是 - 但是如果是核 - 我打斷你一點點 - 但是如果出賽 - 就要嚴謹一點了 - 通常呢 - 是再級數高一點的 - 我們叫馬房主任 - 以前的 - 副鏈 - 副鏈 - 那些 - 那些 - 都做得多的了 - 不知道是否你的朋友 - 那時候是否第一次有儀式 - 不是啊 - 很熟悉的了 - 他們知道不能騙我的 - 他們知道 - 當然是知道 - 即是一隻馬的背上 - 是 - 但是有個位子的嘛 - 那是哪個位子啊 - 即是 - In case - 我不需要再打給你了 - 我現在可以 - 哈哈哈 - 知道了嘛 - 今晚才跟你說 - 哈哈哈 - 但是真的呢 - 是哪一個呢 - 即是 - 那隻馬呢 - 一直 - 馬頭呢 - 一直到頸子呢 - 跟著馬背 - 有一個粒粒的位子 - 但是有一個 - 拱起了一點點的位子 - 拱起了一點點的位子 - 那個我們叫做 - 你想 - 你想知道是英文 - 還是中文 - 兩樣都知道 - 哈哈 - 如果中文呢 - 我們就是叫做 - 山頭 - 剛剛有一個 - 啊 是是 - 如果英文呢 - 叫 - 啊 是是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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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是 - 是 - 那麼 - 啊 - 那麼 - 啊 - 啊 - 是 - 那麼 - 是 是意大利騎的 那次就是 還想不想騎啊? 當然想啦 真的很想 因為是很好玩 我扮馬 真的很好玩的 是不是很活該 真的很好玩的 因為那隻馬 即是那些人 那時候我的意大利馬很差 很差 他們就知道 你完全沒有騎過馬 給我一隻最老的馬 騎 那我剛才都偷 嘩老爺你都偷嗎? 不是 我剛才偷聽到 你跟伯樂說那隻奇妙門話 這麼壞的 你偷聽別人說話 真是幸運 聽到你說那隻奇妙連話 那隻奇妙連話 你就說它很懶 可能是一隻很懶的馬 很懶惰的馬 我告訴你 那天騎那隻馬就是一隻懶豬 那些人就已經說了 這隻馬是很懶的 所以呢 首先第一樣的 最好的就是 它不會先把你倒下來 嗯 嗯 對 就是這樣跟我講 還有它說一定會走得很慢 嗯 對 不過問題就是 它一定欺負你 因為它夠老 它已經成精了 哈哈 會現在 他說這隻馬呢 因為馬是很有靈性的 所以尤其是 就養到去 那隻馬是十一歲 我騎那時候 那隻馬是十一歲 騎到他十一歲的馬 它就是很聰明的了 你一上去 是啊 其實你還沒拿腳去夾它 它基本上已經知道你懂不懂 嗯 他說你上去的動作 它也知道 嗯 這樣 我想 他說它一定欺負你的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們是一對人這樣去行山 它會跟著 對 但是它也是欺負我 你知道它怎麼欺負我嗎 嗯 剩下頭那些嗎 不是 我又不至於這樣欺負我 它就是一直走 總之我 他們教我的嘛 說要夾一夾 夾一夾隻馬 嗯 要輕輕吹一吹 有時候要 怎樣夾啊 是不是那次我和你玩那種 是啊 就是這樣 然後夾 夾緊它 然後他說 要夾一夾隻馬 讓它知道 覺得你懂 然後 又要 拿著一個繩 這樣 又要輕輕吹一吹 有些東西 因為我們不是跑 駕駕駛怎麼駕駛 好嗎 好 總之我見有些人這樣 這樣拿著著菜 這樣 他沒有特別教我 我又 我就這樣說 那些比較專業的 對 我就這樣拿著 那 然後 他就 一邊走 一邊吃東西 那 在山上 有時候有些樹 有些果子 他會轉過頭去 咬一些樹葉 然後就在那裡吃 吃吃吃吃 然後 他說 喂你夾下去吧 那我試一下夾 然後 他不理我 然後停一停 去另一邊再吃 然後又再吃 然後又再吃 那真的是這樣 他不理你 因為你夾那個功力的問題 他感覺到你的力度 是啊 所以我們 你只是說那些 我們當然知道 有時候 有些騎師騎完 第二個騎師騎不到 是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技術的分野 是的 會絕對是有這些 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人家經常說 人和馬要夾 其實都是這樣 是嗎 就是馬到底 受不受你騎呢 有的 我 其實成功的例子很多 但是有沒有失敗的例子 當然有 我在這裏 在阿叻姐的臺 我才夠膽講 講 有些馬我真的 我都騎不到 是 是 那 開了一個名字給你 就是 有一隻馬以前 就是 我們的新界王 就是 等著法叔 法叔 是 王法先生 是 他有一隻馬叫龍船 是 現在都 有一隻馬 也是叫龍船 是的 他翻用的 那隻馬 我是沒有辦法騎得到的 為什麼 他是很奇怪的 我騎他 他的頭很低 但是 中隊差不多碰到的草 那麼 其實很危險的 很容易失重心 他都會失重心的 那我就 我去跑 就是我去跑 哇 這個頭越弄越低 那我真的 不要騎了 我搞不定 但是有第二個騎師是搞得定的 那個 現在不說名字 那個 是我的屍體 搞得定了 而且他贏了很多場 真的看人欺負的 大部分的馬 都OK的 那總是有一些小部分的 一定是這樣的 壞分子 一定是這樣的 他其實不是壞分子 人家騎他就可以了 還要我師弟 是不是趨像 都不是 我覺得真的 師弟現在還在馬會做 哦哦哦 我意思是 真的夾 如果是這樣說 那我想我 我說也是 就是 有些馬 好像人 有些很厲害 好像愛因斯坦 你都不知道他想什麼 那有些就是 你以為他厲害 其實他是傻的 那不奇怪的 就當我是不行 我是承認不行 我不要搞我 我說我騎他不行 都不要說 我是騎他不行 就是我沒有辦法可以贏到 這隻馬 但是 我一個師弟 就交出很好的成績 就是 不能說 我最近有一隻馬 我 我 真的要問一問你 那隻馬就是 歡樂眾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這隻 沒有眾過 還不記得 為什麼我特別提這隻馬呢 我 我記得 他對上兩次 都是我 我最喜歡的那隻小鮮肉 喜慧心劇 哈哈 但是 兩次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閘後面 嗯 就是 有一點點燥 嗯 嗯 有一次就好像 一隻腳底 舉高過 這樣 燥 其實燥底 其實燥底的馬算是 就是 譬如我有時候在報告裡 會見到的 那些馬如果燥底舉起 犯燥不安 是的 那這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當然不是好事 可能有人說是好事 就是因為 他可能被鞠躬過 或者 所以令到 那隻馬的 脾氣特別燥了 鞠躬過 鞠躬過 有人 有什麼人 有人啊 總之有人說過 就是有沒有 少少代表性 或者是專業 都 在這個圈裡 選馬 都是選馬的人 選馬 選馬的高手 和 認識這件事 我就 我覺得 有兩件事 那隻馬 煩不煩燥不安 煩燥不安 而出不到集 你還說好事 就是 那天不好 那天不好 有兩個原因 是 一是可能那個騎士 嗯 處理不了 那我都處理不了 有些 但是很少數 基本上 就是如果你一個好的騎士 你大部分馬都OK 是 但是有小部分馬 可能是不行就不行 那 就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訓練那個 做得不好 啊 訓練那個 就是他練馬才做得不好 那你燥火 就是燥火 就是燥火過盛都死的嘛 是 人又燥了一塊 都打人啦 大哥 那你這個 行為是不對的嘛 你燥火那頭 又說什麼 前腳高舉啊 是呀 那些嘛 集內煩燥不安 是啊 很多時候 騎士可以 幫到隻馬 怎麼做呢 就是摸一下他 舒緩他情緒的嘛 是 真的這樣嗎 很多的 很多這些這樣的事情 還有如果你是 就是你入閘有分先後的嘛 如果你太早入閘呢 他在裡面困得久 他又開始吵了 吞的了 開始靜你的了 哦 他不喜歡這麼小的空間 困住他的嘛 一定一定是 除非那些跑道滑了那些馬 我記得有一次 其實很近的 是上兩個星期發生的事 澳門有一場馬 是只有 不知道八隻啊 還是十隻 那樣 那樣 但是呢 入閘呢 入了個幾字 哈哈 入了整八分鐘 我們說 搞什麼呢 因為有一隻馬 死都不肯入閘 怎麼都不肯 你已經蒙了頭 又推又成的 走進去 又要走出來 又要走出來 總之 八隻馬 但是入 不知道八隻還是十隻馬 總之入閘都入了八分鐘 哦 那對早入閘 特別是一些新馬 他們經驗前 看到一個閘又會怕怕的 那些就有時間搞的 那些 那些 你以後呢 如果去澳門 又好 總之你做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做 你回去意大利做廉馬之後 那我才教你了 就是不要說教我 我沒有這樣的資格 我才和你分享 是呀 入閘 你覺得 你剛才 好像特首一樣入閘 一隻馬跑 一隻馬跑 怎麼殺順 包你入閘 哪個閘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包你出閘快 快慢都沒有所謂 我很多時候都是包 一定跑到終時 一定跑到終時 贏不贏到一回事 第一隻先彈出來 這個很重要 是呀 是呀 佔了先機先的 但是不是說 就是一隻馬 就是我們以前講過 有些馬是不可以帶頭的 就是會早用完的 但是anyway呢 大部分的馬你佔了先機先 就是好像金槍六十 那些錢就幾快 佔了先機先 你慢慢才搞 要走前一點 要走前一點 對 起碼不用又蝕多一點 我都說 如果你跑 在外面 那你便跑一千六百三十米 是呀 是呀 對呀 你先蝕了 那你說 我在裡面 會被人封住 出不來 這隻馬都會被人封住 但是你已經不用先蝕 那些是先蝕的 嗯 對呀 對呀 是呀 是的 就算不要 就是不要慢閘 但是為什麼你不彈得快一點呢 你起碼平排出閘 是呀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排在外面 你是不想隻馬那麼快出閘 是嗎 我們內行那些叫半漏閘 就是半漏閘 因為你一出來 快過早出來 他會搶口 我想你也有看了一些菜油報告 有 最喜歡看菜油 什麼搶口啊 什麼 昂首啊 是啊 我很喜歡看 就是昂首就是他拉到他不舒服 因為他想去你 你硬要拉慢 哦 那那些半漏閘 其實就是 另外一個層次的東西 嗯嗯嗯 那些要做得很英俊的 是是是 那他 金槍六十那次 而我不 就是 就是他一出來 因為在外面 嗯 那他有些搶口 哦 那你見他拉了幾下 哦 就是這些動作呢 就是真的重量要少 啊 就是我自己都不喜歡 我也都不喜歡這些騎士是這樣的 啊 就是你應該懂得 就是應該懂得處理的了 是是 都是的 嗯 嗯嗯 好啊 那我們今天呢 就談到這裡先 因為呢 我們今天呢 就應該是第五期的 這個的 第五期的 擂台戰 嘩 那下一期呢 你搞定會 就會是 最後一期的了 那下一期完了之後呢 就會有結果的了 有結果 就是復活節呢 那天呢 大家就會 真的可以有禮 我們會不會復活了 都很敏 那看看我們可以中一些冷的風 現在冷的風也不夠贏了 我們 我們要中冷的風才行 那就不管了 不管了 有沒有機會 是不是都整隻九十九倍了 就算了 反正都是輸的了 只有這個機會 就拚得回來 不怕就告訴你 哎呀 那麼大鑊 好了 大家記住 訂閱音樂馬房 還有加入我們的女台 是的 我們先玩了第一次 看看大家 對一組 有什麼 feedback 給我們 對呀 還有我們看看 可不可以爭取更好的禮物 對呀 如果想學 就怎樣 配音樂馬房 找你姐姐就可以了 我都不認識的了 我還沒學識 還沒學識 問回你的朋友 還記不記得也好 我第一次告訴你 是誰 正雞雞告訴你 很出名的 我想我知道是誰 應該是我的親戚 哈哈 那麼多姨媽姑 好 那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 realized 養時 跑歌 探情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依並不 già 只有你才是我夢想 只有你才叫我牽掛 我的心裡沒有它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並不交 我的眼睛為了你畫 我的眉毛為了你畫 從來不是為了它 只從哪兒送走你回了家那一眼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嗎 只怪我當時沒有把你留下 對著你把心花 讓你看上一個明白 看我心裡可有它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並不交 我的眼淚為了你了 我的眉毛為了你畫 從來不是為了它 從來不是為了它 只從哪兒送走你回了家那一眼 不是我把自己恨 自己罵 只怪我 当时没有把你留下 背着你把心拦网 让你看上一个明白 看我心里可有它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讲 我的眼泪为了你留 我的眉毛为了你画 从来不是为了它 我的眼泪为了你留 我的眉毛为了你画 从来不是为了它 从来不是为了它 各位好,音樂馬房擂台戰已經是第五回了 就是這一期的尾翼一回了 儘管看看我和曹曼哥的組合到底是什麼成績 我這次要說的是第一場五號的鑽石寶寶 其實它是比我想像中冷門 因為可能有隻六號的神采用士揹好票 現在鑽石寶寶有8.3倍 我上一仗看到這隻馬本來試了很多雜誌 很有準備的 但是上次輸了四個數碼位 只有第四 我就馬上去看看 我發覺不是他一隻馬輸這麼多 在那場裡其實是一隻日日營 拋離得很厲害 拋離第二、第三、第四 都是四由四分三的馬位 其實鑽石寶寶嚴格來說 就是和第二、第三都平排 所以我並 area 我覺得每次提示就要是每次特anz 如果不是的話 就在這組裡面 在四班裡 其實鑽石寶寶的 距離一馬林山丑圓 這是第一又 第二樣 wasing 流水分的體重落了18磅 就大 error是否帶了 嬉水分了 cowsなく測ら 加上姚本威也是有用心去準備這隻馬 你見到他都特地安排跟澳遊氣泡去拍跳 大家都快跳 當然他沒有澳遊氣泡跑得那麼漂亮 但你見到他也是追勢不輸蝕 所以他既然現在有8點多倍 我就推介這隻 希望他比6號更好 但我覺得他這次兼寫的檔位又再好 我覺得他其實也不是沒有Win的可能 所以我就推介這隻5號的鑽石寶寶 勒姐擂台鎮 上次我和勒姐都沒有贏 大家打和 但有些超級高手非常之厲害 現在都不期望可以贏到一些超級高手 希望贏到勒姐 沒那麼醜怪 這次我會說怎樣也是 第7場 比較喜歡的是第7場 9號 精彩勇士 這隻馬這次不是何澤搖騎 而是蔡明紹騎 就是希斯的馬 蔡明紹最初出道 這次是超級高手 都是超級高手 後來占了 現在師傅教了他 那兒子 一直都是進步的騎師 不錯的 以前那些就是吹噓得太厲害了 這次他騎精彩用士 是升班去跑的 其實這隻馬 但是這隻馬 雖然這場馬有隻緊張大師 緊張大師 說到尾都是 在四班贏馬 和三班贏馬 大家都在 這個第二班 都沒有贏過馬 那他精彩大師 上次去了第二班 都是贏不了的 最近那次才贏得 那精彩用士 這次又是 回到第二班跑的 這隻馬我覺得 就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他第一 他有些運 那次就是 就是 被人擊中那個馬臂 就告掉了 贏回 變了 升回 第一 跟著呢 他又跑兩場 不是他最佳路程 特別是上一次來地 帶到回來 輸了 這個去來地 可能沒有那麼適應 但現在回來一千的 他的強項 有 暫時看 應該都是有些 分頭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是要留意的 那 看看這隻比較有些淺分的馬 可以不可以 好嗎 好嗎 好嗎